各位親愛的夥伴,大家好 歡迎你們來參加我們希拉雅國家風情日的烏山頭水庫 今天很開心可以與大家分享 我們烏山頭水庫的支付是八田羽衣 然後我們來看看八田羽衣的銅像 請問各位遊客人,八田羽衣的銅像跟一般的銅像有什麼不一樣 坐著 那請問一下八田羽衣的銅像,這陳詩在做什麼 陳詩什麼,有人要分享嗎 在想些什麼呢 想錢 還有呢 想太太 還有呢 怎麼把水庫做好 怎麼蓋水庫喔 嗯 大家都很棒喔 真的 想錢也是有可能啦 因為沒有錢也沒辦法 然後為什麼要在這個樹蔭底下 跟一般的銅像 一般的銅像都是在那個太陽光底下對不對 樹蔭底下比較涼 然後 他還有做的時候 還有他的有什麼不一樣 面向水庫 面向水庫 在思考水庫怎麼蓋喔 還有呢 還有哪裡不一樣 打領帶 打領帶就是因為他是 領導人 嗯 還有 穿工人的衣服 對,穿工人的衣服 因為他是跟工人從甘共苦一起建水褲 建水褲啦 還有 還有他是穿著工作鞋 因為 我們是跟 就是他跟工人這樣子同甘共苦 大家建做 水褲喔 欸還有 很多人是說 欸 像這樣沉思了 在說水褲要怎麼 要怎麼蓋 還有一個是 比較威脅的講話 就是說 他在練頭髮啦 練練練練 想想 他的頭髮就變成毛 所以如果有等頭髮也會 可以這樣練練練 那樣是 你隔壁就不用等頭髮了 好,講到這邊喔 謝謝 好,講一個熱烈的 各位鄉親父老兄弟姐妹 今天很榮幸 能夠當各位的導遊 啊 這個銅像 北田以外的銅像 大家都 大家都做清楚 我想這邊暫時就 先跳過去 我想 是不是各位來這邊看 那麼這個大石頭 象徵的就是烏山地 齁 那麼我們可以看到底下這個 這個形狀就是 我們現在看到這個 山芙潭的形狀 那麼這個水的 是象徵 從關田溪 從鎮文水庫 從關田溪過來 那麼流到這邊的水 那麼 那這個銅像的話 大概大家都知道了吧 那麼我就不再多說齁 啊這個銅像 差不多到底都有 一本人來騙過啦 齁 我去這 我 剛才來 剛才一般 一般一般人來講話 齁 在那兩個 十檔都在講話 有一個前面的導遊 用一機 在搶團 搶一團 在那裡過 齁 喔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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哇 喔 中文字幕 李宗盛 李宗盛